目前的美国正被重重问题包围 疫情、抗疫、山火已经让白宫和各州焦头烂额 上月底,飓风劳拉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竟然又给该州带来了新灾难 飓风导致了蚊虫的迁移 路易斯安那州出现的蚊灾导致大量牲畜在一夜之间死亡 据媒体报道,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名兽医透露了当地养殖业的情况 他表示,自从遭遇预风袭击之后 该地就产生了大量的蚊虫 这些蚊虫攻击了当地至少五个牧区 现在这些牧区内的牲畜 很多都因为遭到蚊虫的叮咬,最终失血过多而死 这名兽医还给记者看了现场的照片 在一头牛的肚子上,大量的蚊子聚集在那里 整个场面非常触目惊心 而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了数百头牲畜的身上 给牧区造成的损失可想而知 目前当地的牧场主也在想尽办法减少类似的事情的发生 当前被圈养的牲畜倒是损失较小 因为它们生活的空间有限 所以更方便人们往圈舍中喷洒一些杀虫剂等 比较困难的问题是 有些牲畜是需要放养的 想要避免它们受到蚊虫叮咬 就需要更加专业的解决办法 美国今年的经济遭到了新冠疫情的重创 大量民众失业已经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 原本在三月份的时候 国家还发布了经济纾困计划 暂时帮助失业民众度过生活难关 但是这一计划在一个多月前就已经失效了 为了暂时稳定民众的情绪 国家政府就只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为他们提供每周300美元的救济金 但这相比于美现在的物价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民众对新一轮经济纾困计划存在迫切需求 然而就在前几日 美国两党在这一问题上再次谈崩了 很有可能在大选之前 都没有新的经济救助计划出台 民众对此感到非常绝望 值得一提的是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美国的物价出现了疯狂的上涨 不少家庭都出现了食物危机 据相关数据统计 截至7月底 美国约12.1%的成年人家里 在近一周遭遇食物不足的问题 近20%的有孩一族表示 负担不起孩子饮食开销 所以他们只能每天天不亮 就去食物银行排队 拎取到的免费食物 就是一家人的口粮 在大量民众面临食物短缺的问题之际 生出大量死亡 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 无疑是惊天噩耗 因此 该国相关部门应当关注 路易斯安那州的文宠问题 用更加科学专业的方式将其解决 这样才能够保证 国家不会陷入更艰难的处境之中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